您的梁述明研究在学术界有很大的影响 请问您是什么时候开始研究梁述明的 我呢还在哈佛还没有出台湾的时候 我这个选定了他以我的博士论文的题目 当时有三个因素 第一个呢是我对思想史是特别感兴趣 尤其是欧洲的思想史 第二呢是因为梁先生所发起的一个运动 叫乡村建设运动 我对这个运动的这个 怎么说呢我觉得衡量 这非常重要的一个现象啊 是应该都进一步了解它 就是深刻一点的去了解它 第三呢的因素呢是因为 因为那个时候谁都不理梁述明 那主要的因素啊因为他早就给 带了一个保守派的帽子 那么虽然学术界的 起码这个西方的这学术界的理想是 在大学里学术界里应该多有 就有多样性的 不过事实上呢 常常是人云亦云的局面 那我 我的性格呢一看到 一觉得 一看到这种现象我就 立刻有反感了 我偏偏要找自己的路 您写的梁述明传记 书名是《最后的儒家》 请问您为什么称它为《最后的儒家》 翻成中文这个书名是《最后儒家》 或者《最后大儒》 或者就是这一类的 不过英文的这个名字的含义 的这个滋味啊就不一样了 我为什么选这么一个名字 The Last Confusion呢 因为是起了一个 唤起感情的作用 我本来不是叫它一个什么 儒家主义者 并不是这个意思 我原来的意思是说 它的行为 它的为人 是儒家理想的体现 就是说 我看什么主义者也不一定 就是跟行为有关系的 尤其是儒家的 现在还有新儒家的 不过就是跟梁树民合不一样了 为什么呢 因为梁先生常说 他表里如一 就是说他这个心里有什么 他这个思想是怎么样 他的行为就会怎么样 这是依我看 他的独一无二的地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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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